依然廖以乔在民事八点当,市井豪门终是演移植心脏手术成功的罗欣扬,在剧中他也为了弱势团体持续发声。 对此,廖以乔透露,自己私下持续关注弱势团体,在环保,儿童,性别平权,流浪动物等团体都有持续捐款。 同时也表示,最近觉得自己真的是吃到无敌幸运心,可以在市井豪门中与杨烈有对手戏,甚至还变成他的前孙女。 廖以乔表示,自己在市井豪门中饰演的罗欣扬,以前是为地方服务的议员候选人,同时也是多语言能力者。 对此,廖以乔分享,除了在剧中展现台语以外,还有海陆枪客语,同时也透露,自己过去和杨烈都演妇女档,这次为了在对戏时会偶尔出现日语,而私底下跑去报名日文课,借此好好恶补之外,也希望能把以前学过的日语给找回来。 廖以乔透露,自己曾去新竹厅客语王子黄子轩的演唱会,没想到后来,竟然有机会能在八点档中和对方相遇,她认为自己真的很幸运。 对此,首次演出八点档的黄子轩透露,妈妈有特别交代,因为亲朋好友邻居都在看市井豪门,所以要演好一点,让她听闻后倍感压力,不过还好是本色演出,在剧中自弹自唱好听的歌曲,就好。 此外,黄子轩表示,希望能透过八点档的传播力,来让更多观众感受到客语音乐之美。 对于网友童言母亲的称赞,林文艺第一时间笑悔,被说看起来年轻当然很开心,随后她也解析自己饰演的轩轩,虽然设定已经四十岁,但其实一直被张幼,蓝尾华氏照顾得很好,结婚二十年都不需要为生活烦恼, 所以这样一个幸福快乐的母亲看起来年轻,也很合理的。 而被吐槽超龄的庄月则幽默向网友喊话,关于这个,我看到网路上有人说我发现太高也太狠了吧。 这个是欧美发现,剧中蓝尾华,因只能以鬼魂之身回到人界,看见家人,碰见困难,急得他数度动用灵力,导致发生不少逗趣爆笑的超自然现象,但若,现实中遇到这种现象可能心情就大不同了。 扮演蓝尾华徒弟的杨佳恩,戏里几次遇见师父显灵,都吓到腿软,他透露小时候曾发生过电视,半夜突然打开,甚至在他关掉后又再次自动开启换台的灵异经验,吓得他,只能躲在被子里睡着。 廖乙乔出生于1983年3月20日,父亲早逝后,有母大夫职将他带大,他任何节日都会为妈妈亲手做卡片,高中时还第一次在父亲节买蛋糕送给妈妈。 如今妈妈即将迈入60岁,他感慨地说,心里总觉得妈妈还年轻,而他除了拼事业也会常常陪伴妈妈,并期许未来有能力给妈妈送房器。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,近两年刚在本土剧中展露头角的他,其实已经出道十年,起初还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,一起当年的心酸往事,他的脸上也不禁流露出一抹苦涩。 据媒体报道,他在大学时本来是主修法律,但后来却发觉不适合自己,于是果断转学考入市新大学电影系,并在一次次的幕后拍片,以及目前演出后,发现自己潜在的表演欲。 后来更一举夺下金碎奖,这让他信心大增,将表演当作未来的志向。 于是他一毕业,便四处寻求演戏的机会。 然而无奈的是,当时还默默无名的他,很快就遇到了四处碰壁无戏可演的惨况,就算幸运或邀演出,也仅是客串的角色。 不过,当时初得知男友劈腿事实的时候,他曾一度难过到在大街上抱头痛哭,可见受伤颇深。 而分手之后,他将心思全部放在了演艺事业上,还曾跟赖慧如一起出演过多情城市。 两人在剧中有不少纠葛,前为年轻版志龙现任与前任女友,后又分别成为三太的正宫夫人与二太太。 但在一次两人激烈争执时,赖慧如竟然被廖乙乔横甩两巴掌。 下戏后,赖慧如发觉头痛就医,没想到竟是耳膜破裂,眼角膜发炎便血轮炎。 廖乙乔得之后大惊也相当自责,一直将此事放在心上。 事隔许久,有次在拍戏现场,众人偶然提起,廖乙乔当下内心愧疚不已,再度向赖慧如道歉。 赖慧如也在网络上晒出一段影片,画面中是廖乙乔拿着手机里写好的道歉草稿。 他说,原本是要在戏杀青后郑重向赖慧如道歉的,但在拍戏现场,大家偶然提起当时的巴掌戏, 他还是忍不住暴哭,当时还难过地吐出内心话,直呼,真的很抱歉,很内疚,赖慧如则用没事安慰他。 其实,赖慧如也出面解释过,说那一场戏两人排练了很久,开拍时因不小心位置没打好才导致的耳膜破裂。 但他从未怪过廖乙乔,也没放在心上,还强调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事,大家都是为了戏剧而努力,并不是故意的。 而在廖乙乔道歉之后,他也说没想到,事情过了这么久,廖乙乔还惦记着。 有意思的是,因为看着廖乙乔匆匆忙跑过来找自己的模样,赖慧如觉得太可爱了,便把这段画面拍摄记录了下来。 还说,很开心能够认识这么单纯可爱善良的廖乙乔。 当时廖乙乔在《多情城市》中式饰演如瓶,在剧情后半段还挥别过往柔弱形象,展开复仇计划,让观众越看越过瘾。 有一场受伤昏迷的戏,王灿和霍正琪曾轮流在悬崖边抱着他。 他看似无力昏迷状态,其实手臂、腹部及核心都得出力,结果拍完隔天就累到昏睡十小时,起床后甚至还发现瘦下两公斤,不禁让他笑说拍摄时还是很重的,真是辛苦他们。 不过戏里桃花旺盛的他,戏外却单身多年,他自知身怀、宅属性,因此渐渐开始要求自己多参加活动,他继续宅在家很难有桃花。 搞笑的是,人气大涨之后,有次在一栏拍外景,去上公厕时,被婆妈认出,除了抢合照外还热情帮他介绍对象。 他另外透露自从拍八点当后,妈妈也成忠实观众,追剧情时还会帮忙出主意,惹得他多次笑亏妈妈要不要应征当编剧。 而如今,他又加入到《黄金岁月》的演出中,饰演身心科医师,静气在剧中,发现男友蓝尾滑乱吃醋的他,因为情绪起伏很大而与对方吵架,在发现无法沟通后,便跟从小一起在育幼院长大的黄文星吃饭小酌。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演喝醉酒发泄的戏,而且是要一镜到底,所以,让他拍得越来越大胆。 而他大哭的表情,再加上乱糟糟的发型,竟然被观众直说很可爱,一度让他哭笑不得。 此外,廖以乔很感谢对手演员黄文星,因为拍摄过程自己曾突然趴在桌子上,没想到黄文星竟然还可以继续演。 也默默拿起酒杯,连喝三杯,最后大赞廖以乔高招,用这方式灌他酒。 而且经过这一场戏后,两人好像变成真的麻吉兄弟一样,可以喝酒吐心声。 黄文星还表示,这场戏大家都玩得很过瘾,虽然正式拍摄跟排戏不太一样,但廖以乔的情绪很饱满,表现超好。 廖以乔则分享,这场戏拍摄当天,蓝伟华还有到片场找他,跟他说一定要哭得很丑,做出反差萌,而他就为了方便,做造型,索性直接把刘海放下来,搞得头发乱七八糟。 最后演出过程太投入,甚至有一只小虫飞到廖以乔的嘴边,他也不管,整场就是豁出去演出,还直言这是他演过最丑又最美的一场戏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场戏,是其剧中,好友陈延安,不舍他被蓝伟华劈腿,还被狠甩,便联合他对蓝伟华泼水,还一左一右很少巴掌,网友纷纷高喊超解气。 与此同时,大家也大赞是地蓝伟华,把渣男诠释得真好,但是他被泼水后,好似被呛到鼻子,嘴巴都出水的那段,顿时又被网友笑翻,看到他脸上那清晰可见的巴掌印后,又是大喊暴影的, 并太快,应该再多来几次。 廖以乔得知这件事的时候,一时间也有些哭笑不得。 其实,从能引起观众共鸣来看,廖以乔已经算是一个很称职的演员了,所以也希望他能继续精进自己的演技,为喜欢他的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